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古希腊悲剧《俄迪普斯王》 很多人最初了解俄迪普斯的故事可能不是从这部古希腊悲剧作品当中 而是来自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这个故事的演绎 俄迪普斯无意中杀了父亲,娶了母亲 弗洛伊德从心理层面来解释这个悲剧发生的原因 他认为呢,这个故事啊,反映了人类一种普遍的心理,恋母情节 不过,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肯定没有想到后人会这么来演绎 他写这个悲剧当然也是在追问悲剧发生的原因 而他的答案呢,是命运跟人的冲突 这就是这部剧的核心 古希腊悲剧的重要是因为他们讨论的都是这种人类世界最最基本的问题 甚至可以说呢,是悲剧发现了这些问题 我们之前解读过的《背负的普罗米修斯》发现的是知识的诅咒 而这些要讲的《俄迪普斯王》发现的是命运不可捉摸 在这个故事里,神会发出各种误导人的神谕 最终导致俄迪普斯杀父群母的悲剧 他告诉我们,人是命运嘲弄的玩偶 后来的人不管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 甚至像是弗洛伊德这样的心理学家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跳不出《俄迪普斯王》的定义 你可能会问了,俄迪普斯的故事不是早就有了吗? 为什么说是这部悲剧定义了命运不可捉摸这个问题呢? 这是因为啊,悲剧用一种近乎完美的形式 把深奥的哲学问题,尤其是把问题的难解呈现在我们面前 而在这方面,《俄迪普斯王》的作者索弗·克勒斯做得最好 他的作品标志着希腊悲剧的成熟 文学史家说他是戏剧艺术的河马 古代批评家一般都把《俄迪普斯王》看作是悲剧的典范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当中特别称赞《俄迪普斯王》的布局 说他是十全十美的悲剧 2500年过去了,《俄迪普斯王》仍然被反复研究 仍然频繁地在舞台上演 在开始讲这部悲剧之前呢 我们要稍微地介绍一下作者索弗·克勒斯 他同时代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 称赞他生前完美,身后无憾 就是说他不仅生前过得很好 死后还获得了极高的声望 可以说是绝对的人生赢家了 据说他27岁第一次参加悲剧比赛 就击败了被称作是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 也就是背负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 他一共得过24次悲剧的大奖 好,接下来我将带你从三个部分 走进这部古希腊完美的悲剧作品 我们首先来讲一讲这个故事 接着我们要说一下这部剧用了哪些艺术技巧 把命运的悲剧这个哲学问题呈现出来 最后我们要说一说怎么来理解这部剧探讨的问题 这里会涉及到索福克勒斯自己的悲剧世界观 古希腊人的命运观 以及现代人是怎么消化和演绎这个故事的 好,下面我们开始讲故事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呢 已经很接近现代戏剧了 它的情节啊 总是发生在一天之内 这就意味着悲剧开场之前有一个漫长的背景 雅典观众啊 很熟悉俄迪普斯王的背景 也就是俄迪普斯家族的神话传说 但是我们现代人呢 可能不太熟悉啊 所以我们得先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 话说古希腊有一个国家特败 国王呢 名叫拉伊俄斯 这个人就是俄迪普斯的亲生父亲 年轻的时候 拉伊俄斯曾经诱拐了另一个国王的儿子 还造成了这个孩子死亡 于是就有人诅咒他了 说他将被自己的儿子杀死 拉伊俄斯跟妻子结婚之后呢 王后生下了一个男婴 阿波罗神域再次预言了 他将被自己的儿子杀死 由于害怕神域成真啊 拉伊俄斯用钉子刺穿了婴儿的左右脚跟 让王后把婴儿丢到山上等死 王后把婴儿交给在山上放养的牧人 牧人心疼婴儿啊 于是呢 就给婴儿取名 俄迪普斯 意思是肿胀的脚 然后他把婴儿转送给了邻国 克林斯的一个牧养人 克林斯国王波里波斯 西向武子 就收养了俄迪普斯 波里波斯就成了俄迪普斯的养父 于是 俄迪普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 在克林斯王宫里长大成人了 后来有一次宴会 一个客人喝醉了 说俄迪普斯呢 不是国王波里波斯的亲生儿子 于是 俄迪普斯去问国王王后 他们痛骂了罪汉 安慰了俄迪普斯 但俄迪普斯还是不放心 决定去神庙求问阿波罗 神域没有说他的父母是谁啊 却说他将会杀父取母 为了躲避这个可怕的命运呢 俄迪普斯决定 有生之年不回克林斯 一直向东方走去 俄迪普斯走到了一个三叉路口 迎面走来了一行人 领路的人和坐在车上的一位老年人 态度粗暴 要把他赶到路边 俄迪普斯很生气 于是呢就跟他们打了起来 那个老人挨了俄迪普斯手中的棍子 从车上仰面滚下来 摔死了 俄迪普斯把随行人都杀死了 只有一个仆人活着跑了回去 而这个老年人呢 正是俄迪普斯的生父 拉伊俄斯 他这趟出来啊 是想去阿波罗神庙问一问 他抛弃的那个婴儿死了没有 因为神域说他会突然被自己的儿子杀死 就这样 俄迪普斯杀了自己的父亲 这个时候 天后赫拉打发妖怪斯芬克斯 来祸害特败国 你肯定听过这个喜欢问问题的 人面尸身妖怪的故事啊 他坐在城外的山上 问每一个经过的路人一个谜语 什么动物有时四只脚 有时三只脚 有时两只脚 脚越多 却越软弱 打不上来的 便一口吃掉 特败成 人心惶惶 这个时候啊 俄迪普斯浪游到了这里 破解了谜题 他说呢 谜底是 人 因为人婴儿时 爬着走 长大之后呢 站着走 年老了 拄着拐杖走 婴儿最弱 老人辞职 斯芬克斯听了 跳下了山崖 旧王拉伊俄斯已死 凶手不支 于是 特败人拥戴 俄迪普斯为新王 按照习俗啊 俄迪普斯呢 娶了老国王的王后为妻 就这样 俄迪普斯娶了自己的母亲 他们生下了两儿两女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直到十多年后的一场瘟疫 打破了瓶颈 悲剧 俄里普斯王的故事 也由这里 正式开始了 在讲背负的普罗米修斯的时候呢 我们讲过 古希腊悲剧啊 是有固定格式的 它有三到四场主要的戏 中间呢 会穿插合唱歌 首尾 还有开场 和退场 俄里普斯王 也是按照这个格式写的 一共有四场戏 那下面呢 就请你想象啊 自己正在雅典的剧场里 大摩拉开 开场戏 就要上演了 你先会看见特拜王宫的前院 戏一开场 大祭司跟一群人坐在祭坛前 手里捧着缠羊毛的树枝 那顺便说一下啊 手拿缠羊毛的树枝就表示 祈求援助的意思 他们向俄里普斯讲述 瘟疫造成的苦难 祈求俄里普斯为人民找一条生路 俄里普斯表示 已经派自己的小舅子 克瑞翁去求问阿波罗了 克瑞翁带回的神域说啊 想要消除瘟疫 就必须要先找到杀死老国王的凶手 或杀之 或驱逐之 俄里普斯说 自己一定查清案子 拯救城邦 这个开场戏呢 立刻就把你带进了一个充满了谜题的情景啊 他把各种不相关的谜 粘合在了一起 瘟疫与老国王之死 斯芬克斯之谜 与凶手之谜 表面上来看 这是一部追查凶手的戏 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啊 真正的悬念 并不是凶手是谁 而是俄迪普斯王是谁 紧接着歌队唱着进场歌进场了 这个歌队呢 是十五个长老组成的 第一场戏开始了 歌队长建议去请盲先知 因为先知啊 知道过去 现在和未来 然而先知姗姗来迟 而且一来呢 就十分沮丧 请求俄迪普斯让他回家 这是因为先知知道实情啊 也就是俄迪普斯身世的秘密 但是呢 他又不愿意说出实情 俄迪普斯不由地发火了 他骂先知 他甚至想跟先知比一比 谁更有智慧 因为斯芬克斯在特败 唯非作歹的时候 是俄迪普斯 而不是先知 破解了谜语 拯救了城堡 俄迪普斯怀疑 真正的原因 是先知和他的小舅子 克瑞翁 图谋篡位 先知也发火了 情急之中啊 他说道 沙海拉伊俄斯的凶手 就在这里 接着 他暗示了凶手是谁 他说 这个凶手呢 表面上看 是个外地人 但是很快 他就会发现 他其实 就是特败人 你和身边的观众 都能听懂先知的意思 可是俄迪普斯 他听不懂 然后呢 先知还预言了凶手的命运 他说 凶手的命运 将会发生 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将从明眼人 变成瞎子 从富翁 变成乞丐 到外邦去 用手杖 探着路前进 而且凶手 还会面对 无法面对的伦理困境 因为 他将成为 和他同住儿女的父兄 他生母的儿子和丈夫 他父亲的凶手 和共同播种的人 俄迪普斯不明白 先知的意思啊 两个人呢 不欢而散了 歌队劝架无果 唱了第一合唱歌 用传统的神话 表达了疑惑和困境 那就是 究竟谁 是凶手 第二场戏开始 克瑞翁出场了 俄迪普斯 跟他争吵 王后出来劝架 夫妻两个 有一段很长的对话 王后为了安慰丈夫啊 跟丈夫讲了 老国王死的经过 他听说老国王是被一伙外邦贼杀死在了三叉路口 而且他跟老国王的孩子已经被丢弃山野了 这里就是这部剧中的第一个突转 突转是索福克勒斯创造出来的重要的戏剧技巧 俄迪普斯听了以后啊 心神不安 魂飞魄散 他已经开始疑心了啊 他自己曾经杀死的那个老人 是不是就是老国王啊 他们俩像对口供一样 比对着事实 俄迪普斯变得越来越不安 因为他的故事跟王后的故事刚好对得上 他努力寻找故事当中的疑点 首先跑回来的仆人说呢 杀死老国王的是一伙强盗 而俄迪普斯只是单身旅客 还有王后说 他生的婴儿已经让仆人丢弃在山上 早已经死了 为了进一步查明真相 俄迪普斯叫王后派人去把那个仆人叫来了 这个时候啊 歌队唱了第二支合唱歌 主题是神法与王权的关系 然后第三场戏开始了 这个时候从克林斯来了一位报信人 说俄迪普斯的父亲 克林斯国王波里波斯死了 当地的人民要立俄迪普斯为王 俄迪普斯听到这个消息呢 一方面为自己不会杀父而感到安慰 而另一方面他还是害怕自己可能会犯下取母的罪行 所以呢 他就不愿意回去了 报信人为了消除他的恐惧呢 说出了他不是国王亲生子的事情 原来这个报信人啊 就是当初把婴儿俄迪普斯送给波里波斯的那个牧羊人 这个时候王后心里已经彻底明白了 他肯求俄迪普斯不要再追查那个特败的牧羊人 但是俄迪普斯呢 却非查不可 他最后说道 自己生来如此 天性不可能改变 于是绝望的王后冲进宫去 第四场戏与第三场戏接得很近 场景呢 就在同一地点 中间的合唱歌也非常短 俄迪普斯把特败牧羊人找过来 跟报信人对峙 牧羊人先是说 想不起来了 然后呢 含糊其词 在俄迪普斯的步步紧逼之下 牧羊不得不承认 是他把那个孩子给了报信人 而那个孩子正是拉伊俄斯家的儿子 残酷的真相被揭开了 这场戏最为吊诡的是啊 俄迪普斯审讯牧羊人 结果变成了对自己的审判 追查凶手的最后关键时刻 就是他完成自我认识的时刻 俄迪普斯发现 要找到的凶手就是他自己 他终于没有躲开自己杀父曲母的罪行 第四支合唱歌 歌对为俄迪普斯的命运是声痛哭 然后是最后的退场戏 传报人出来 传报了一连串可怖的事情啊 悲痛万分的王后 上吊自杀了 俄迪普斯百感交集 然后从王后的袍子上 摘下了两支佩戴的金别针 举起来刺瞎了自己的眼珠 俄迪普斯命令打开宫门 让全体特派人看他最后一眼 他宣布自己把自己逐出城邦 俄迪普斯在侍从陪同下走出宫门 哀哭自己不幸的命运 歌队唱起哀歌 问俄迪普斯谁让他戳瞎了自己的双眼 俄迪普斯说 是阿波罗安排了整个灾难 克瑞翁来了 问俄迪普斯有何请求啊 俄迪普斯请求克瑞翁赶快把他逐出城邦 扔到那没有人向他问好的地方去 他还请求按照礼法埋葬往后 侍从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从宫中出来 俄迪普斯抚摸女儿 请求克瑞翁关心照料他们 于是重视从带俄迪普斯回宫 剧终 欣赏完了这部悲剧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索夫克洛斯运用了哪些艺术技巧 定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 人是命运嘲弄的玩偶这个问题 对俄迪普斯王艺术性的分析太多太多了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讲一个最关键的技巧啊 那就是他特别善于把两种对立的东西 粘合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前面我们说了在开场戏的时候呢 他就通过克瑞翁带回来的神谕啊 把几个主要的谜题粘合在了一起 而在布局上啊 他粘合的方法是用发现引起突转 也就是说人物先是发现了一部分真相 然后情节呢 马上发生重大的转折 那这样命运的残酷就是以一种惨烈的 不可逃避的方式呈现出来了 这部悲剧就是用从发现到突转串联起来的 第一个突转是在第二场 俄迪普斯跟王后聊天之后呢 发现自己可能是杀死老国王的凶手 那第二个突转是在第三场 听到报信人说 克林斯国王波里波斯已经死了 俄迪普斯夫妇如释重负 而等到报信人说 俄迪普斯不是波里波斯的亲生儿子 王后瞬间发现了 俄迪普斯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而自己嫁给了自己的儿子 他受不了了 于是冲下去自杀了 第四场 俄迪普斯完成了自己身份和命运的发现 他终于还是在自己的家乡 被残酷的命运阻击了 在索福克勒斯的布局当中 发现与突转不断 一环仅扣一环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用这么少的人物 就把这么复杂的内容 讲得天衣无缝 还有一种粘合的方式呢 是语言技巧 俄迪普斯王在语言上最大的特点 是大量运用双关 双关本身啊 就是用一个词来表达两个意思 形成一种特别有悲剧性的 让人觉得讽刺的效果 俄迪普斯常常已经说出了真相 但他本人却对真相一无所知 比如在第一场 俄迪普斯就声明啊 说呢 我如今掌握着他先前的王权 娶了他的妻子 占有了他的床榻 共同播种 如果他求私的心 没有遭受挫折 那么同母的子女就能把我们连结为一家 但是厄运落到了他的头上 我为他作战 就像是为自己的父亲作战一样 其实观众都知道啊 老国王就是俄迪普斯的父亲 俄迪普斯娶了他的妻子 也就是自己的母亲 他们就是一家人 如果观众回过头去看这些话的话呢 尽管俄迪普斯说的时候是无意的 但是欲知真相的观众会看得心惊胆战 不禁为俄迪普斯捏一把汗 双关语的使用 既暗示了剧情 也让观剧体验有一种奇特的效果 最后的这个方式是这部剧的核心意象 那就是眼睛 这部剧用眼睛这个意象 表现了人根本的矛盾 在第一场 瞎眼的先知对俄迪普斯说 你骂我瞎子 可是我告诉你 你虽然有眼 也看不见你的灾难 看不见你住在哪里 和什么人同居 退场的时候 俄迪普斯看见了他的灾难 从母亲袍子上 摘下了两只金别针 刺向了自己的眼珠 他对眼睛说道 你们再也看不见 我所受的灾难 我所造的罪恶了 你们看够了 你们不应当看的人 不认识我想认识的人 你们从此 黑暗无光 俄迪普斯的眼睛 不认识自己该认识的人 所以呢 他就要戳瞎双眼 自我惩罚 你来想一想啊 为什么俄迪普斯 不像母亲那样自杀 一了百了 而是戳瞎双眼 自我流放呢 因为戳瞎双眼 是比自杀更难 更有惩罚意味的举动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 俄迪普斯自行戳瞎双眼 就是让自己走尽光明 失去了观看现世的眼睛 反而有了另外一双眼睛 那这多出来的眼睛在哪里呢 那就是他女儿的眼睛 俄迪普斯王 是一个三连剧中的第一部 有点像英国电视剧里那种 三五级的迷你剧啊 在后面的剧情当中呢 俄迪普斯在漂泊的时候 女儿一直陪伴着他 俄迪普斯逢人就说 这女孩的眼睛 既为他自己 又为我来看路 俄迪普斯因为失去了双眼 而多了一只眼睛 为他看路 杀父取母的事情 不过是俄迪普斯事件当中的 表面现象 戳下双眼 获得另外一双眼睛 才是要探讨的 深层次的问题 在这部剧里 这众多关于眼睛的被谬 高度概括了人类存在的困境 那就是 有眼睛却看不见 眼瞎了 却有先见之明 这已经成为了文学当中的经典印象了 莎士比亚的悲剧《里尔王》当中 也沿用了这个印象 大臣格罗斯特因为看不清儿子 而被挖去了双眼 他曾感叹道 我没有路 所以不需要眼睛 当我看见的时候 我也会失足颠仆 在成人童话小王子里 狐狸对小王子最宝贵的忠告就是 眼睛看不见最重要 最根本的东西 总之 《尔里尔普斯王》这部剧就是用各种技巧 把矛盾的相悖的都摆在一起 让你同时感受到两种力量在相互撕扯 这样 这部剧想要表达的核心问题 人跟命运的冲突 那种不可解的自相矛盾 才能成为一种艺术效果 成为一种关锯的感受 而不仅仅体现在杀父取母这个情节本身 在这种强大的感受当中 你一定会追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 命运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先回到索福克勒斯所处的时代 来听一听古希腊人是怎么想的 命运是古希腊悲剧最重要的主题 可以说不同的悲剧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命运 在《尔里尔普斯王》当中 厄运被描绘成了一种 如影随形 插翅难逃的绝对存在 像一只魔爪 你以为你已经逃脱了 其实一直被攥在掌心 这就是命运的强大和可怕 你逃不出去 古希腊人认为 人的命运是神分配的 是宙斯所赐的 《尔里尔普斯命运悲剧的起点》 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因为犯错 而受到儿子会弑父的诅咒 而神听取了这个诅咒 所以尔里尔普斯才会杀父取母 后来因为他杀父取母之后 自我放逐 又影响了他的两个儿子 和两个女儿的命运 两个儿子不善待父亲 又受到了尔里尔普斯的诅咒 两人为了争夺王位 而自相残杀 至死 这个故事被另外一个悲剧诗人 埃斯库罗斯写在了悲剧 《七将功特败》里 两个女儿当中 妹妹终身未嫁 只有姐姐一直陪伴着父亲 他深信啊 父亲虽然犯了不可原谅的错 但是呢 却是无辜的 他一路上恳求诗人 不要因为尔里尔普斯的过失 而不宽容他 善良的姐姐后来因为埋葬兄长 而被新国王克瑞温关押 自已身亡了 这个故事 索夫克勒斯写在了悲剧 《安提戈涅》里 俄里普斯家族也就此终结了 这就是俄里普斯王的表层逻辑 命运不可抗拒 那在这里呢 索夫克勒斯保持了传统的宗教信仰 但是呢 他也传递了一种态度啊 那就是面对无法避免的命运 人应该束手待毙吗 俄里普斯其实一直在抗争 他先是积极行动 离开了科特林 逃避犯罪 还有什么罪行 比杀父取母更可怕的呢 可是呢 他越逃 却越逃不出命运的摆布 而当他知道真相的时候 虽然他是在无辜的状况之下犯罪的 但是他反而不再逃避了 勇敢地担当了自己的罪行 自戳双目 一谢天下 这里啊 你会感到一种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的悲怅 一种虽然无辜 却认罪自罚的崇高 在命运面前 俄里普斯维护了人类的尊严 不过如果只是这样 这部剧不就只讲了希腊悲剧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吗 俄里普斯王当然不止如此 这部剧呢 也被看作是人的悲剧 从表面上来看 俄里普斯王是一个侦探故事 主线是俄里普斯追查 杀害老国王的凶手 通过人物的对话 把整个故事抽丝剥茧般地展现出来 但是呢 最终你会发现 这个揭开谜底的过程 其实正是俄里普斯 认识自己的过程 也就是说 俄里普斯王的底层逻辑 是人完成自我认知的过程 俄里普斯猜谜这个设定呢 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啊 俄里普斯先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 因此呢 解救了城邦 拥有无可匹敌的智慧 可是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 对于自己是谁 自己的悲剧命运 却毫无察觉的无知 这就是先知所说的 聪明没有用处的时候 做一个聪明人 真是可怕呀 智慧与无知的矛盾 给予俄里普斯一身 斯芬克斯的谜底是人 俄里普斯古希腊文的 另一个意思呢 也是人 这也给了俄里普斯 人类代表的身份 从他听说 自己不是父亲的 亲生儿子的那个夜里开始啊 俄里普斯忽然不知道 自己的父亲是谁了 也就是不知道 自己是谁了 这是说呢 俄里普斯虽然可以解开 人的谜题 但是却解不开 自我的谜题 于是俄里普斯 先问自己的父母 再去问阿波罗 当他发现 老国王的案子 和自己的身世 有关的时候 曾经先后不顾先知 王后和牧人的劝阻 执意要查明真相 追问到底 就这样 俄里普斯发现了自我 发现了自己 无法逃避 神对命运的安排 只能自瞎双目 自我惩罚 作为人类代表的 俄里普斯的命运 象征性地揭示了 人类的困境 那就是 人在睁大眼睛的时候 却看不清自己 待他看清 自己是谁的时候呢 却发现 自己是一个怪物 这个时候 宁愿自戳双眼 看不见自己的存在 俄里普斯王的故事 展现了人类 最普遍的处境 所以呢 后世的人 特别喜欢演绎 这个故事 其中最为有名的 当然就是弗洛伊德 提出的 俄里普斯情节 弗洛伊德认为 这是人类一种 普遍的心理现象 比如哈姆雷特当中 王子为复仇犹豫 就被解释为 俄里普斯情节 王子之所以知晓 叔父罪过之后 迟迟不动手 就是因为叔父 杀了他的父亲 去了他的母亲 这是他潜意识里 想做 而做不到的事情 很多哲学家 用俄里普斯王 来阐述 他们的哲学思想 而现代思想家 对于俄里普斯王的 阐释呢 最流行的是 神话仪式学派的阐释 他们认为 当城邦出现污染时 出于对于神的恐惧 人们要找一个替罪羊 以缓和人与神的关系 替罪羊 大多是用牲畜 有的时候呢 也用活人 俄里普斯 就是这样的替罪羊 他的生命历程 诠释了 生 替死 尽其为半神 这样一个仪式的过程 文学家的演绎方法 是化用 比如 孙上春树的小说 海边的卡夫卡 讲了一个与 俄里普斯王 类似的故事 主人公卡夫卡 同样受到诅咒 同样远走他乡 同样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跟自己的母亲乱伦 两部作品 在人物关系上 也有豁明豁暗的对应 昆德拉在小说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清》当中 虽然没有套用 俄里普斯的神话原形 但是呢 却化用了 俄里普斯王的关键印象 那就是眼睛 杰克当局犯了错 却说自己不知道 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做出来的 因此 也就没有错 于是托马斯 写文章发到报上 说 俄里普斯也不知道 自己犯了错 也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做出来的 可当他知道自己的罪行 他立刻挖了 自己的眼睛 托马斯对于政府的讽刺 懂得俄里普斯王的人 一眼就能读出来 2500年来 俄里普斯王经常被搬上 世界戏剧的舞台 也包括了中国的舞台 浙江京剧团甚至用京剧 改编和创牌了一部剧 叫做《王者俄迪》 剧末 俄迪挥舞着三米长的水秀 跳的刺目舞 充分展示了俄迪作为君王 宁可自我惩罚 救万民于水火的高贵品格 刺目舞 以其为夸张 又控制到位的舞蹈动作 表达了俄迪悲痛欲绝的情感 一气呵成 美轮美奂 给观众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经据于古希腊悲剧的融合 可以说是俄迪普斯王 在当代 在东方 继续施展其魔力的一种方式吧 好了 说到这里 本期内容就说得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俄迪普斯王的主要知识点 第一 俄迪普斯王讲的是一天 发生在古希腊王宫的故事 承包瘟疫 民不聊生 若想消除瘟疫 必先要找到杀死老王的凶手 俄迪普斯当人不让 奋勇追凶 然而在寻找杀人凶手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 自己杀父取母的罪行 最后 他自抽双眼 请求放逐 第二 俄迪普斯王是命运悲剧 人的悲剧 希腊人认为 命运如影随形 插翅难逃 俄迪普斯的抗争 象征着英雄 对于命运的反抗 虽败犹荣 作为人的悲剧 俄迪普斯王高度凝炼了 人的自我认知的困境 最智慧的人 可能是最无知的人 而看起来无辜的人 可能就是罪犯 第三 作为悲剧的典范 俄迪普斯王采用了 侦探小说破案的形式 发现和突转不断 不举紧凑 高明 完美 同时运用眼睛 这样一个异象 还有双关语 及其他手法 显示出了 无与伦比的悲剧艺术 给观众 以极大的震撼 和无限的想象 好了 本期音频的内容 就讲完了 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看全文和脑图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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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观众